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三十三天 亲密的友谊 利克希尔斯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 他是为学者才华横溢 我们不仅是中学同学还是大学同学 大约在我初次遇见耶稣的三个月之后 也就是上大一时 他也经历了神 事实上 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贾斯丁·威尔比 也是在利克的影响下才认识了耶稣 刚信主不久 立刻就如鸡四壳 阅读了很多深奥的神学著作 有一次 我问他在看什么书 他说是有关神的超越存在和无所不在的书 我听得一头雾水 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为了搞清楚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还特意查了字典 超越存在和无所不在 描述了人与神的关系的本质 这两种状态看似自相矛盾 神超越万有 也就是说 神是脱离物质和宇宙 不受宇宙限制的 他高于人类 超越人类 远在人类之上 因此无人能及 但另一方面 神又无所不在 这意味着 人类能够真实体验到 与神之间的私密关系 在我们今天要看的旧约章节中 约伯就提到了 与神之间的亲密友谊 只有在理解了 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之后 我们才能看到 他的无所不在是多么奇妙 才能体会与神建立私密关系 是多么奇妙的特权 在今天的每一处章节中 我们既能窥见神的超越存在 也能看到他的无所不在 诗篇第十八篇 七到十五节 敬拜超越万有的神 热爱他的同在 在这段经文中 大卫提到神是大而可畏的 那时因他发怒 地就摇汗战斗 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汗 因他面前的光辉 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 至高者发出声音 便有冰雹火炭 在本诗篇中 我们看到超越万有之神 既有无穷大能 又会向罪恶发出震怒 因他发怒 他们就摇汗战斗 神发怒 这种怒气却不是邪恶的 是他对罪的反应 若是看到贩卖人口 虐待儿童 折磨犯人 等等邪恶和不公之后 你居然没有丝毫愤怒 那就证明你心里没有爱 构成良善的一个核心要素 就是恨恶邪恶 在本诗篇中我们看到 神的震怒表现了神的爱 然而 大卫在这首诗里 还表达了他与神之间的亲密友谊 本诗篇一开头就说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大卫并没有想当然 他懂得 与超越万有的神保持私密友情 是一项极伟大的特权 主啊 感谢你让我与创造了宇宙万物的神 建立起如此亲密的友谊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爱你 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 二十一章三十三节 到二十二章十四节 接受神的邀请 享受他的友谊 几年前 英国迎来了最盛大的皇家婚礼 威廉王子和凯瑟琳·米德尔顿大婚 如今他们是剑桥公爵和公爵夫人 设想一下 你打开邮件 发现里面是一张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婚宴情节 你会有什么感受 耶稣说 我们所有人都收到了一张 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皇家婚礼的情节 耶稣将神国比喻为一个葡萄园和一场婚宴 这两幅画面都描绘了神的慷慨和他对你的奇妙大爱 神的爱不是情绪化的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神的爱和怜悯的另一面 这就是他对那些拒绝他的爱和行恶之人的审判 圆户拿住仆人 打了一个 杀了一个 用石头打死一个 最终 他们拿住圆主的儿子 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此时 神施行审判的时候也到了 耶稣在此处预言了自己的死 他就是神拆来的那个儿子和继承人 但是他们把他杀了 他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 以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他就是施行审判的那一位 宗教权威们拒绝耶稣 他们想方设法要逮捕耶稣 审判终会临到他们头上 在婚宴的比喻中 神公开邀请所有人参加宴席 邀请他们成为自己亲密的朋友 受邀参加这样的皇家婚宴 是何等殊荣 但主人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 请柬是公开发布的 每个人都被邀请了 而且主人一次又一次发出邀请 耶稣将神国比作一场派对 这个比喻真是令人着迷 他与许多人对神 教会和信仰的看法正好相反 有些人认为 教会和信仰是沉闷乏味的 但耶稣却说 神国是一个派对 是一场庆祝 它就好比一场婚宴 有趣欢乐 人们在此尽情吃喝 充满欢声笑语 然而有一些人 在面对婚宴的请柬时 只是耸耸肩就走了 一个要去给花园除草 一个要去自己的商店里劳作 在他们眼里 财产和工作 都比跟耶稣建立关系更重要 而另一些人则充满敌意 他们拿住仆人 凌辱他们 把他们杀了 耶稣说 王就大怒 神的邀请不容等闲适之 一位超越万有的神 正在邀请你 与他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 这是最好的 奇妙无比的邀请 是一项巨大的殊荣 然而 光去参加还不够 你还要穿上赋宴的礼服 也就是说 你不能靠自己 而是要靠耶稣进入天国 感谢神 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 以及赐下圣灵 耶稣已经赐给你 进入天国的礼服了 主啊 感谢你 因着你的爱 你为我准备了天国的盛宴 我要接受你的邀请 今天就来享受与你的亲密关系 旧约圣经 约伯记 二十五章第一节 到二十九章二十五节 明白神是超越万有 并无所不在 你是否曾感到 被如山的挑战和困难 压得喘不过气来 你是否曾怀疑过神 认为他没有能力 或是不愿意帮助你 约伯明白 神是超越万有的 他说 神的作为 我要指教你们 约伯指出 神的大能极其奥妙 人眼所能见的 不过是他作为的边缘 神有足够的能力帮助你 神不仅有足够的能力帮助你 他也足够爱你 因此他愿意帮助你 约伯完全明白 神的无所不在 他经历过神 带他的密友之情 一个人 唯有处在这样的亲密关系中 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 敬畏主就是智慧 远离恶便是聪明 敬畏主意味着敬畏神 只有在这种敬畏神的关系中 我们才能得到智慧 如今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 只有与耶稣建立了亲密关系 你才能具有真智慧 约伯描述了智慧的巨大价值 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 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智慧非用黄金可得 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晓得智慧的所在 敬畏主就是智慧 远离恶便是聪明 若是如此行 人生的境况又会如何呢 他将帮你远离恶 拯救穷人 约伯将真正公义的生活描述为 帮助困苦人 孤儿 寡妇 瞎子 瘸子 穷乏人 素不认识的人 约伯关心的不仅是贫穷 还有公义 我以公义为衣服 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 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 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 当你亲近神 神的心意就变成了你的心意 你就会像约伯一样 渴望帮助穷苦人和孤儿寡妇 渴望拯救被邪恶欺压 渴望帮助周围那些盲人 残疾人和其他有需要的人 实际上 约伯并未失去与神的亲密关系 他只是暂时失去了体会这种亲密关系的能力 约伯正在遭受惨痛的打击 对约伯而言 神好似遥不可及 此时此刻 你也许处在约伯的境况中 请不要灰心 约伯是你的榜样 来到约伯纪的末尾 我们看到神其实从未离开过约伯 神要大大赐福他 超过他的所求所想 神将重塑与约伯的亲密关系 如今通过耶稣 我们每个人都能与超越万有的神建立亲密关系 并明白他将赐给我们何等大的祝福 主啊 主啊 感谢你赐下约伯这个榜样 愿我能体会与你的亲密关系 当我与你愈加亲近时 愿你对贫穷和不公的关切 也能成为我所关心的焦点 佩伯的补充 就像约伯纪所表现的 当朋友遭难时 我们都想送去安慰和支持 我们绞尽脑汁去理解对方的难处 或失欲援手 但最终却说了一堆毫无益处的废话 面对现在苦难当中的人 你很难知道该如何帮助他 但通常最佳的帮助就是亲亲和祷告 今日金句 敬畏主就是智慧 远离恶便是聪明 约伯纪28章28节